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打来打去 打去打来 最后剩下十八国 这十八国比较强大 那么最强大的呢 还得说是秦国 当时在位的是谁呀 秦木公 在他的价前有一个丞相 叫白礼熙 这个白礼熙原来是 楚国的一个囚犯 让秦木公用五张羊皮给换来了 所以人就称这个白礼熙为 五羊皮大夫 刚来的时候是大夫之职 管他叫五羊皮大夫 白礼熙就给秦木公出主意 说你要想独霸天下也行 但是得想个办法 想什么办法呢 趁我给你想好了 咱们来一个林同豆宝 就是在林同这个地方 设一个豆宝台 让十八国登台亮相 把镇国之宝都端出来 以宝赌书英 如果咱们秦国打遍天下 无敌手那么 咱们就可以为尊称王 其他的那些个国家 都得副手称臣 秦木公一听 这是个好主意 好主意是好主意 说咱们和那十七国 肩膀头都一般起 咱们号令林同豆宝 他们能听咱们的吗 白礼熙说是啊 咱上面不还有个上眼皮吗 谁呀 就是周景王 东周的皇上周景王 称万岁 但是现在就这个牌卫 咱就让他传圣旨 他肯定传 他要一传 那十七国都得来 好就这么办 你搬去 于是这个白礼熙 这才去见周景王 周景王一说 周景王说 好 这是个好事 我现在就写旨 这才传下圣旨 十七国都到秦国 林同豆宝台上去豆宝 参加这个豆宝大会 十七个国家 那要都是我说说的一张嘴 忙活不过来 咱就先说其中之一 哪个国家呢 就是楚国 这个楚国的国都啊 叫颖都 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 荆州市 是荆州区 古城江陵 就这个地方 那么当时在位的是谁呢 楚平邦 当即表示要赴会 但是在旁边有个老臣说了话 说千岁陛下万万不可 这是个陷阱 到那之后就是龙潭虎穴 有去可就没回呀 不能去 说这话的是谁呀 太子的老师 太师叫吴舍 吴舍是谁呢 就是吴云 吴子虚他爹呀 这是老忠臣 他说的这个一概都不错 但是旁边转过来一个奸臣 叫吴武吉 他说话了 我说千岁陛下 一臣之见 咱们还是去的好 咱们要不去 那不等于抗旨不尊吗 楚平邦说对 言之有理 那咱就定下去 可这个去可是去 豆宝 咱们有什么宝 那得有正国之宝 千岁陛下听臣道来 我国有一个活宝 其他的国都没有 那你快说 哪个活宝 哪个活宝就是人哪 谁 谁 就是太师武舍之三子 五云五子虚 楚平邦说 那他怎么就是活宝呢 过往陛下 你怎么就不知道呢 那五子虚还了得了 简直就是欺人 他欺在哪里 你听我说呀 额下一道 一字贯通眉 什么叫一字贯通眉呀 你看咱们这个人的眉毛 中间不是断开吗 五子虚不 两道眉毛连一块 中间不断 这叫一字贯通眉 口中两排 连齿牙 你看咱们这个牙不 一颗一颗这么踏步 两排连齿牙 都连一块 这是第二 那么第三呢 胸前一块 五股肉 搁的那个肉啊 能看见里边的心脏跳动 这可心脏就叫 透体玲珑心 咱们拿活宝 豆丝宝 肯定能取胜 哎 楚平王一听新的话 这回真新鲜啊 我这是真的 一点都不错 你点手把太师五舍叫过来了 太师 你那个儿子三子五云 真有这个东西吗 五舍说是 是可是是 不过他没在家 他上哪儿去了 他便房能人去了 一走啊 就好几个月到现在 说不少心儿不通 什么时候回来 不到 楚平王一听新的话 这不等于白说吗 那等于没有一样 找上哪儿找去 天下之大 那不是大海老人 就这么地方 准备几天 赶紧启程 单表这天 楚平王坐上了九龙年 这才赶奔灵童 保驾官 老元帅养幽机 哎 还有老长相 再有就是这个肺腑机 五百军兵保驾 坐上九龙年 十八匹马拉着 就出了北门 刚过了霍城河 正往前走 走不了了 怎么走不了了 怎么回事 回头一看 就见打着个九龙年 后边有一个人 单帮拽年 把那个年给拽出来 十八匹马 这个马铁子 啪啪啪啪啪 在这个地上直跑 就是动不了 楚平王说 怎么回事 说千岁陛下 有人担保拽龙年 这是年走不动 还有这事 赶紧让他年签回话 是 拽年之人 年签回话 再看这个拽年之人 这才来到了年签 楚平王把这连龙 扒得往上边 一条金钩这么一挂 往外边这么一看 就见年签 站定一人 上宽下窄 扇子面的身材 那个漂亮 简直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楚平王不认识他 你是何人 千岁陛下 臣子无死须 来到这个桥 咱们正想赶背 灵童豆宝 没成想你就来了 吴云娜 我现在让你保驾跟随 到灵童前去豆宝 你可乐意 臣子遵旨 好 你赶紧回家收拾收拾 马上来护驾 再一看乌云走 倒在家里收拾收拾 然后浑身上下撇挂整齐 骑上自己的枪里送双白龙鞠 提上自己的五沟神匪两银枪 这才回来见平王 平王封他钱不正隐先行官 就这么着保着楚平王 封山开路遇水 搭桥一路之上 顺顺当当是一路绿灯 单表这一天来到一座山前 一看走不了了 咱们回事 这个山爵之下扎了十六座大营 结果这个吴子徐一问才知道 原来这十六国带的那个镇国之宝啊 都让那个山上的山大王给结了去 这座山叫红雀山 山上有一位花脸的大王 叫刘斩雄啊 要说这个刘斩雄呢 您可能不说 他要说另一个人 您那肯定熟悉 谁呀 做回不乱的刘夏慧 这个山大王呢 叫刘斩雄 又叫刘夏旨 他是刘夏慧的亲弟弟 在这战山为王 无意高强 那十六国带来这人都打不过他 刮宝都抢走了 抢到山上去 和吴子徐啪啪一说 吴子徐一听 这么回事 没事 我去讨地要证 结果他一催马来到山下 这一叫斩 他了不得了 就停山上了 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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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咚咚咚捧 咚咚咚 啪 啪 打 für山上 小 melody 从薛机你少人马 低ps 一子严别使 趴开队我幕起列展 引标去山子两柏 大盗 shortly 延某飘摆 七掘之下 倒大的一个柳子 就见打着七角之下 跑出一击战马 我子徐一看 就见这匹马是千里追风 烟云兽 黑马马上端走一人 头带无尽亏 身皮无尽下 外照造罗袍 掌中九二八环 大天 往脸上看 花花脸 黑一块白一块 还有个花花一两个干 就好像开了杂花铺差不多 谁也不是别人 正是红雀山的大寨主 刘战雄 两个人就打在了一出 打着打着 卖个破绽子 一波马 往下就败 刘战雄一看新的画 往下败 哪有那便宜似的 追 随后就追 追着追着 就看吴子徐用手 八一袋马将这匹马 马是前提 这与马是前提不要紧 吴子徐这个右脚就从那个马上的马凳里抽出来了 往地上这么一战 枪尖可就唱了后来 刘战雄没防备 一看那马是前提 这算你倒霉 把刀一举往下就要剁 可这还没等他剁呢 吴子徐这敢枪的枪杰可就到了 走 这叫卧马回身枪 刘战雄大叫一声 也亏的是他 别人那就真裹不开了 往爬这么一闪 撲通一声 从马上就摔下去 吴子徐一看 没扎上 真不简单 他摔下去了 一踢马就马起来了 一拨马回来了 啪 别动 再动吧 扎死你 用枪尖把这个地方给顶住了 刘战雄一看完了 看那卧马上想 吴子徐没杀死他 就把他给拉起来了 说将军哪 你失手了 刘战雄心的话 这人真是正人君子 于是他就和这个吴子徐 当场结成八兄弟 拉着吴子徐上了山 吴子徐就问了 你说你 你怎么可以借十六国的镇国之宝 他说你不知道 这是那个秦穆公让我干的 给我送了礼呀 说秦穆公派人送礼 让我把这个宝接到山上 然后呢 他们就要问罪十七国 说你们都把那宝杀哪去 这就是一条毒计 于是刘战雄呢 就把那十六国的镇国之宝 交还给吴子徐 说你给他们都带回去 就这么的吴子徐下山 把这十六国的镇国之宝 都还给他们 然后呢 就把这个内幕和他们说了 怎么办 大家商量来商量去 新的话 咱们不知道能上当 咱们知道了 多加防范不就得了吗 秦国再厉害就是一个国家 咱们现在是十七国呀 咱怕他喝来 去 这十七国 好好荡荡 才开进了林桶 豆宝大会开始 豆宝开的两侧 做满了十七国的国王 另外还有周景王 周景王也来了 让他做监军 就是你主事公道 哎 有没有这个行私舞弊的 你说了算 让他说了算 所以周景王也来了 斗来斗去 最后胜出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秦国 一个就是楚国 到最后 秦目公说这么办吧 咱们往下比武 好 于是比武 秦国这一比武不要紧 吴子虚打遍天下无敌手 最后 他胜利了 秦目公义看这不行 哎 又一刀 什么呢 咱比举地 嗯 用手往他台下遗址 就建在这个豆宝台东南角呢 有一个一人夺高的大铜顶 上边有耳下边有角 哎 叫九耳八角大铜顶 说谁能把这个铜顶举起来 哎 谁就是英雄 谁举 秦国的元帅 也是二王千岁 叫英姬赞 他过来了 呵呵呵呵 诸位 没人干净了 没人干净 那么我试试 好嘞 我试试 来到这个铜顶跟前 他一伸手 砰 把上边这个耳子抓住 再一伸这个左手 砰 他把下边这个脚抓住 然后 往这个怀里这么一带 哎 这个铜顶原来是直的 他这么一拽 就洗烟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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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举起来 不单举起来 他围着个斗宝台 转了三圈 转完之后 把他放回原地 哎 我的妈 累死我了 哎 好 了不起啊 室外的高人简直是神仙 那哇 观众席好像发生海啸一般 再看秦木工高兴了 这会儿大伙都疯了吧 开眼了吧 啊 没人干局了吧 要那样的话 我现在就宣布了 最后胜利 是我们秦 那个国还没等说出来 咱们就听有人 二楼一嗓子 起吧 秦木工下一朵 信了我的谁这是 一看可把他吓坏了 谁呀 吴子虚呀 难道说他能举这个顶 吴子虚 你想干什么 秦王陛下 我可不可以也试一试呢 秦木工心的话 我不能说 你是不行 那叫什么话呀 说好 吴子虚说 那我就试试 再看吴子虚 慢腾腾来到同点的跟前 砰 一伸这个右手 他把上边这个耳子抓住了 再一伸左手抓着下边这个脚 往怀中这么一带 啪 这个铜顶上怀里来的 这叫怀抱婴孩 只不过这个孩子大点 然后来那个举火烧成 吴 他把这个铜顶举起来了 举起来之后 他加花 怎么加花呢 单手举顶 那么这只手呢 这只手还有活 什么活呢 先来一个仙人指路 又来一个童子伴约 好嘛 他做上造型了 舞蹈上了 诸位 那这叫什么舞蹈 这叫举顶舞 他舞蹈着举着这个顶 围着个豆宝台可就转上了 正转三圈 倒转三圈 然后回到原来的地方 轻轻地把这个顶放着呢 气不长出面 不改色 脸上一点汗都没有 那英基赛不是 汗流嘉宾吗 人家没冒汗 还不喘出气 就好像没事一样 英基赛一看新的活 我的天 这个爹真是个爹 有你 我永远起不来了 我呀 这个秦王一看新的活 好一个厉害的物资讯 怎么办 五行 文也不一定行 下边的笔文 于是 让那个白礼锡和吴子徐笔文 结果这些笔文呢 和 他以为吴子徐是一勇之夫 可是外面一想到 吴子徐笔文更厉害 上至天门下至对立 兵术战策 斗影埋伏 这样的人才天下难找 地上难寻呢 最后 周景王宣布 吴子徐最后胜出 好嘛 谁也比不过吴子徐 就要这么着 吴子徐就挂上了 十八国的总元帅大印 被封称明府大将军 并且周景王 赠他一把 亏五剑 那一口大印 能掉十八国的人吗 这一支亏五剑 十八国主侯的头上 能管三分 吴子徐是一举成名啊 那是他多大岁数 十八岁 这就英雄出少年 代表那个秦木工好 玄梅气死心的话 你说秦国弄了这么一个 豆宝大会 结果让人家露脸了 别高兴得太早 再一看秦木工 坐的是虎皮转龙椅 他那个椅子坝上 用手这么 抓这个椅子坝 这个椅子坝是个龙头 他要这么一转 再往回这么一转 然后再这么一转 行了 刷恋人带椅子上地下去 然后呢 豆宝台的北方 是个酒龙厅 这个酒龙厅前有三条 酒龙盘域柱 酒龙盘域柱 这个龙嘴就是炮口 只要他那个椅子 往地下这么一线 行了 那个酒龙盘域柱龙嘴里边 就往外打炮 炮轰斗宝台 诸位 眼睁睁十七国 就要遭受灭顶之灾 京东一龄 谁 吴子虚 吴子虚心说 亏着我和刘斩兄 结成八兄弟 也亏着我那一枪 没炸下去 我要炸下去 我把他杀死了 我们这人都活不了 我饶他一命 刘斩兄 这叫报恩 告诉我内情了 这才能保住十七国 君臣的命 吴子虚想着这一个剑 我撑 就来到了这个秦木工的身后 一伸手本 他把秦木工这个脖子抓住了 秦木工 你呀 不能转这个椅子 赶紧下令 让他们把这个炮口给我封捞 要不然我掐死你 秦木工一看 好好好 别动手 别动手 为什么 这个手已经掐上了 他就感觉到 吴子虚这个手指头 就像那个杠根一样 肉里钻的 心得外 他这样子什么功夫 这是 应找力 好好好 我下令 我下令 快快快 把炮口给我封了 好 把那炮口给我封了 这才保住了十七国君王的命 吴子虚提出来 说咱们不能是敌人 为什么 没仇没恨 我提出来 秦楚和好 秦楚联姻 怎么联姻呢 我们楚平王的太子叫米剑 秦木工你不有个公主 吴祥女孟莹吗 让他们俩结成百年之豪 你看行不行 好好 于是 两国定亲了 叫这么的 临同豆宝结束 留下一条成语 叫临同豆宝 这条成语呀 出自原杂句 临同豆宝 什么意思呢 就是夸耀豪富 争强赌胜 就这个意思 就是夸耀豪富 就是夸耀豪富